你好 我叫董王哥 我非常喜欢你 的巴勒的训练 谢谢 用意大利文向观众打招呼 七十四岁了王道 活到了 学到了 每天都会花时间进修外文 我去买了一个 什么 奥斯福尔的那个词书 它是意大利文的 它是意大利文跟英文 那我这样子呢 我就从A开始慢慢看 因为它都是英文的解释 那这样英文不是也复习了吗 那同时也就锻炼了这个 你的记忆力 我差不多就是一天 我给自己大概 背一百个单字 之所以选择意大利文 是因为他国中时期 就跟着父亲一起移居 在当地住了一段时间 他的父亲是曾得过金马 特别贡献奖的 已故资深演员王爵 包含他当年会以武打明星身份出道 也跟父亲有关 那张是我当年在拍动作片的时候 那这个戏呢是老外拍的 打两下生气了 然后衣服就要脱掉 卖鸡肉嘛 那个时候有八块 曾有跆拳道黑带二段资格 还曾代表国家队出去比赛的王道 在美国求学时 大三那年就被挖掘 拍了人生中第一部动作片 谎面老虎 高峰期的时候就是李小龙的时候 那么后来他过世了嘛 不幸过世了 那他属的那个佳合公司呢 因为我父亲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那么他们就知道说王爵先生 有一个儿子在德州 他们就飞过来了 就要求我就是跟他们签三年的约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动作片呢 也非常有兴趣 后来我就说服了我父亲 电影公司有心栽培 想把他打造成李小龙接班人 并找来张爱佳 罗李世等人一起演出 没想到上映后市场反应不如预期 被公司冰冻了两年之后 终于另一个机会找上门 当时我们在看毛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戏要卖 因为吴思远在那个戏里面 他又有一种新的打法 不像以前的这种没有招没有事 这个戏一上就大卖 到韩国拍摄的南拳北腿 不仅大卖更带起台湾的动作片风潮 我们那个时候台湾一年要出400部 就我们这七八个人在那里拍了几年 我老实说了好不好 我们学的那些东西全用光了 自己呢都觉得有一点 看得有点烦了 好像都是那些招 拍打戏碰到了瓶颈 他决定接下新挑战 总是记得小时候 立志要做开荒肯定的大英雄 小姐 我话太多了 从打载投身文艺片 在电影园中演出早年来台开垦的新名 王道花时间下功夫观摩日剧 学习出了拳头招式外的另一种表演模式 我们以前拍一部戏 动作片是22天就拍完了 然后他要求我11个月 然后给我的片酬 是我当时拿到的片酬的一半 你就可以想想 这个抉择是蛮大的 你知道吧 还好就是运气好嘛 前面也有赚到 那么所以呢 我就好 我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我就参与了这个戏 这部片还让他 获得了其他影音提名 之后戏路越走越广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玩的花样还真多呢 有的时候呢 我都搞不懂 从一拍就是七年半 創下演艺生雅第二高峰的 爱得进行试礼 那个同情达理的国民暖霸 到花戏烈中的风流男子 郑环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喔 我本来希望你就知道我更厉害喔 讨厌 花戏烈他的主要针对对象 他是35岁到45岁的中年父母 他是这样的戏 那当然是以女主角为主 那么至于我们去呢 好不好 就变成大部分的都是外遇代言人 我参加的这些东西呢 都还蛮能让大家有所印象了 那也就算是 也算是成功了 好爸爸 坏爸爸 外遇爸爸 外遇爸爸都有了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 后来就走进了这个偶像剧嘛 又要天亮营造收购天亮餐就飘 这分明是掏我的钱做你的证 这个行业非常好玩 但是他没有业绩 你不用跟人家讲你以前是怎么样 人家看的是当下跟未来 所以你没有业绩的 你知道吧 所以你不把他这个做好之后 那年龄越大 你就变成 讲得不好听 还记得你 是因为你一定有过作品 他才记得你 你到后面 你只能变成那个金花火腿挂在那边 好不好 偶尔切一片吃一下很好 天天吃没有人要吃 在演艺家庭长大的王道 把这份工作看得很透彻 将自己状态准备好 才能在机会来临时紧紧抓住 不拍戏我一定去三次 你知道吧 对 我也不是 大概我是外貌协会会长吧 好 但就觉得要把自己 尤其我们又是公众人物嘛 我现在到健身房主要就是 保持肌肉的弹性 希望腰围能够保持在三十四以内 孝说自己并非自律 只是天生暧昧 年过期时的他 体态维持得很好 散发出一股熟男生是寄质 以前因为有这个 有家庭嘛 我有四个女儿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你就 非要去赚这个钱 对吧 那么现在我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我小孩都长大了 就我跟我太太 那么我们也有点积蓄 我们住在林口 我们现在是共襄盛举 我们希望我们出来 能够为这个收视率 增加个0.2 0.5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那一份工作做好 以孤父亲到94岁 还在拍戏为模范 王道说她的人生没有退休两个字 只要有适合的角色 只要她的演出能够为戏加分 绝对全力以赴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